丧尸围城 娱乐流程 大家好 我是谷歌 这一集的名字叫枪战 这个我们先给女儿给完药 这个衣服还没来得及换 看来药好像要失效了 在这些什么地方 它没什么 看来 她不是转动 这件事是我的孙女 那是那张硼食 你的孙女? 她也曾经得到与聪明传维 她曾经得到余伦 使得? 她还没得到 她再次摇一样 所有的命中在她的生命 走在这种硼食 一天她只是把自己放下 我抱歉 有話在找出一切某一天 Isabella Keys是找到它 她不是一位的 terror者在 Willamette? 她是一位的 terror者 他在乎乎,取了一位政府的封面 那一切都在第一次 Isabella想要帮助 她工作了跟 Frank West 做第一次的 inhibitor,使用 Queen's 这终于说到我们的神智者Frank了 不过打酱油 这一集就是为啥叫枪战呢 因为有两场这个比较精彩的boss战 但是说精彩 其实这个打得太简单了 这个就是也是属于打法上的介绍 但是这类几个boss都是这个 叫什么用枪的 用枪比较多 一个是这个牛仔警长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冷枪四人重 我们不叫狙击四连星了 那个他没创意了 我们叫冷枪四人重 这个现在已经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bankrun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警长 这个boss战这个任务 我们要准备一些东西 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要准备的 就是这个机枪 我们看看这个拿的这个 就是现在机枪的获得 只要是做完那个叫什么 打完这个tk抢银行的那个任务 在那些房子可以获得到 我们上级结束是在六点 然后给女儿给要七点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时间怎么也够了 我们现在拿的是三本书 一个是补给这个 一个是加食品强化的 一个是这个药材强化 还有一本书是这个是 生还者强化 生还者强化人还跑得快的 这个我刚才那个地方 就是固定的这个出分后的点 这还有一个分后 拿上 拿弄死 这还有一个分后 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练出来了 不是随机出现的 我们拿着一杆枪 然后从这里出来 路比较近 因为这里有一个轮椅 这一场boss战 我们用闪电战车打法 依然是谷歌独家的打法 这个活用各种各样的 这些这个组合武器 来打boss 会非常有效的 等会我们就来看 这个效果怎么样 要说就是这个闪电战车 它不能搬运 只能这个 只能搭载人 然后才能运 所以说承载的这个 闪电战车是不能过门的 但是它的这个素材 就是这个机枪 和这个电椅 是可以搬运的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点 在这个门外面 将这两个东西合成好 在这里有这个电池 这个外面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假山 这里有电池 然后我们拿着我们的轮椅 正好顺路嘛 一路走 有人问这个初春的头饰在哪 就在现在这个这个步道 左边的那个 左边的那个小棺木 那上面有换装提示 就可以换 然后进去我们就触发boss战 这次毒盘好像是不是忘切了 还好我中间一半是给切过去 我们把这样多预定切掉 尽量不耽误观众的时间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这个所有节 这个葬身一层二结束的话 大概要十一二级 也就是说快结束了 我们来看这个 掉腊肠 我来说快乐 我们只需要食材 Hey buddy What? Who are you? Another trespasser? I'm in charge of this here mall You can't just come waltzing in here You think I'm just gonna roll over and play dead? Not anymore You ain't the big man in town Not no more Everybody else is dead I'm the big man now Hey look I'm sure he wasn't trying to piss you off Oh think you're better than me? Well you ain't got the badge Do you? Now you fellas have to listen to me Y'all can't push me around now Oh no not now If I say dance You dance What? Tom怎么收拾你 那么好 战斗开始以后 我们不上 直接左拐 在这里有一个生还者 以及攻防 我们到那里直接去 和闪电战车去 其他一律无事 我们来看看闪电战车的威力 这个闪电战车打法 仅限于此boss 其他boss不好用 直接上车去干他 这个 这个警长 这个牛仔警长的 这个攻击方式 也是个个都有威胁 警棍攻击一下两 一下两格血 而且还是两连击一下 能打掉你四格 然后是这个枪械攻击 能够打掉你手上的武器 中断你的动作 还有这个绳索攻击 这个家伙已经死差不多了 就这么一会儿 极其好用啊 哼 闪电战车打他极其好用 因为这家伙没硬直 这个闪电战车打法 仅限于打这些 没有硬直 还有那个 蓝宝熊也是同样的 但是这个闪电战车打法 不用去打简明花 简明花那里没有这个 合成的地方 没有这个攻防 这就是个男人 喂 你就是 我看到什么你做了 我看到什么你做了 这就是 看这场boss战就结束了 然后呢是这个 这个很多人知道最最 救起来最麻烦的那四个隐藏生还者 这里这集也是要做第一步的 因为那四个家伙是这个 刚开始不跟你走 你要给他个东西 然后在特定时间 这里可以拿到他这个左轮手枪 建议拿上起来打几枪 如果是这个主机的话 可以有成就可以解 我们这里 这个生团者在这 我们继续玩玩闪电战车 看试试他的威力 我们以前合过没有 我都不记得 这个不好的一点 没法瞄准 打到生团者这个血掉的也非常厉害 这个闪电战车威力真的很大 这个射速快 然后这个威力大 真的是威力 威力非常大 这个我前两天 这两天不是那个什么 我那断网 然后这个节目也做不了 因为谷歌我这个语气是不好 虽然说我做字幕 但是这个翻译我都是在线翻译的 然后自己虽然认个色 自己知道先在线翻译 虽然说在线翻译比较渣 但我知道个大概意思 然后但是这个前两天 网不好断网了 断网了我就只能 就干点别的事情 我就把PC版的这个丧失卫程通了 也是一中不通法 基本上这个又试了一遍想说的就是基本上你到30级 人物到30级就没啥压力了 我打到这里的话早都已经30级都已经378了 整个全程拿着那本这个生还者PP加成25%的书 刚才我们走了一段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这个这个叫什么 呃圆锯 呃不是圆锯 这个其实叫这个末盘吧 原来就是这个打磨那个水泥的 也叫水泥锯 然后拿个盘子 这个反正是顺路 这个拿上他们到去用来做这个生还 就隐藏生还者的那个任务这个时间去的话是绝对开门的 那个是很多人想这个不知道他开门的条件 其实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开不了 有的时候能开这个和你前面后面救过什么人没有关系 就是6点哎这个时间不要晚过去的话他门是开着的 他好像是出去出门找东西所以那段时间门没锁 哎好像对话上是这样说的 我忘掉了 哎就在这里这个P区 我们直接手表穿越 别忘了拿上 如果你要是没有拿的话 哎在这个P区的这个地下 直接到地下的这个地下通道那里也是有这个水泥锯和盘子的 哎那里也可以拿 这里我们换了一个比较血腥的这一身衣服啊 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身 哎我们换一个 我们换个开心一点的衣服 非常经典的这个乐高呢 我们继续走 在这一边哎应该是哦左边左边左边 左边那边体育用品店应该就是可以爬二楼哎这里这里 这里我们如果是门开的话这个走道下面下面会写什么叫什么 tip or die哎没靠近再靠近一点哎看这个tip or tip it or die哎这时候就会显示这个名字如果要是门没开的话哎走道跟前他显示的就是那个查看 你就是英文写查看然后门打不开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进去以后里面有四个生款者哎但是现在还救不了他们 进去以后哎跟他们说话啊跟直接跟这个在这个工作台上的这个家伙说话就行了 跟他说到说费一段时间口水以后然后他会问你要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你就把你手上的这个盘子和这个水这个圆锯哎水泥锯给他嗯千万不要合成了给他啊就这样 这样给他这样的话你会得到一个这个组合卡片嗯是这就是这个盘子和水泥锯的这个飞盘器 这个东西大家我在第二期节目里面给大家看过也是非常好用的杀成群的丧尸 哎杀一个给100点有卡片的话就一次就200点了这个二周末没是满机的话拿那个升级也是不错的 基本上VD和这个后期的那个叫什么枪叫我姑且叫他低音炮吧 跟那个枪比较好用哎跟他把这两个都给他就会给这个圆锯和盘子这个组合哎等到后期等到这个第六章节的时候哎再来的时候就可以救他们了救他们以后就可以另外再获得两个卡片 哎那个也非常好用哎到时候再给大家说这里还有存盘点还有个可以换的衣服还有一些临时补给可以用的 哎现在我们就这个这家伙叫什么叫left叫小左哈哈打他两全哎然后现在我们要去这个bankrun哎做bankrun的任务但是出门的话会遇到这个冷枪四人众哎我们来看这段这个boss剧情 哎就是放冷枪的 哎呦就是放冷枪的 哎呦就是放冷枪的 我还说放冷枪的 放冷枪来ae烟麪的 只要放冷枪来 放冷枪的 我们可以往避免时的 放冷枪是预想sword 放冷枪之后 放冷枪的 放冷枪的 拉正 放冷枪的 放冷枪的 放冷枪呢 我们看很来れる 这国下的 黄金 坡黄的 我们的 确小的 那是美国的咖啡那是 你知道我们要做的吗 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要避免我们的家人 把这个地方弄到完全 开始了一样 像大大大大 那是吧 我们做的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人 因为它是这么多的玩意 这四个老王八蛋 这个很多人打找不到地方 其实这四个家伙打起来还是很好干的 就是关键问题就是老找不到 这一集我们就把他们四个都干掉 但是呢 我们先把这些人送回去吧 因为在中厅广场上面 如果是有这四个家伙的话 基本上你救不了人 都会被他们杀掉 这四个放冷枪的 我们这个不从中厅广场走 我们直接这个穿过去 找这个做bankrun这个任务的 其实这个家伙就是这个 趁着这个 赶快把钱取出来 你就护送他 这个四个取缓机 都给他取完了 然后就可以走了 他说他还不能走 他还要趁这段时间赶快把钱取完 这个 check还有点稍微误解 我们拿着这个火焰拳套 草制 草制之手 还挺麻烦的 这个家伙这个触发对话挺麻烦的 一个是周围不能有丧失 二来的时候你要靠得够近 就是这个 其实他取到是挺快的 我们听有时候这个声音 那个他是有时候掉钱 掉一百 一次他掉一百 救他这段路程让他一直掉钱 救完他以后会有给两万五千 这个 给的不是很多 对上集给大家说过那个 最后拿的那个保险库的钥匙 保险库的那个卡 那个解锁卡片对吧 给大家也说了地方 那个地方只能取一次 一个存档只能取一次 也就是说你这个一周末里面 游戏里面 那你已经取过钱了 你二周末再拿上那个钥匙 再去那个银行 那个钱就没有了 再取不到 只能取一次 这个二十五万已经不少了 二十五万 这个能干好多事了 你一周末里面 这样赚钱还是挺快的 而且到拿上以后 基本上都够用 这里还有一个银行 这家伙还不走 被围了是吧 这家伙不走 你要敌他太远 他还不走 我还想先用自己先去 把周围的丧失引开呢 真烦人 他去取钱 因为这个周围不能有丧失干扰 所以我们先走一步 然后这样子 丧失会优先去围我们 这样子引给他们 然后我们再去靠近 这里有一个组合卡片的 这个海报 是这个爆炸箭的 这个就是炮主和 炮主和弓箭组合 他又掉钱了 还有一个 在这边 老找不到 他能找到 我找不到 话说把自动驱款机 要是砸碎的话 也会不是 这样掉钱的事情也有 挺有喜感的音效 这是最后一个 跟他说话 他就会加入队伍了 现在我们这个 看月 直接把他们送回去 然后我们就该去打冷枪 四人中 直接穿越 还有就是 到这一阶段 好像 是不是有人该要要了 想想 屋里有没有人 好像没有 那我们走吧 我们去干那四个家伙 准备的武器 就有一个俯锤 足够了 这家伙 打这家伙 打这四个混蛋 很好打的 等会给大家看就知道了 我们直接穿越 这里现在已经 这个 叫什么 那个托一复刻的任务 已经做 已经出来了 当时候 我给大家打一下吧 这个 这个任务呢 只要你拿三本书 打起来是很快的 到最后阶段 到最后就是第六章节 这个石群暴走 那里任务做完了以后 再去做它也来得及 绝对是来得及的 只要还没有这个六章节 别到最后一章 就是这个石群闯入 床身 这个安全屋内端的时候 这个任务就可以一直做 这里我们穿 这个手表穿越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书 要给大家讲 就是这个 杀死疯狂者 负责的PP奖励 这个等会给大家看 这个我们先去开摩托 拿了一个俯锤 干他们四个 绝对都是足够的 在哪里呢 我们先去这个 拿那个书吧 先干他们 那先干他吧 难道我这集忘了 拿那本书了吗 第一个在这 这四个家伙呢 不会这个 同时出现在那四个点 还是你干掉一个 才会出现下一个 这家伙因为你要 把握住他这个 放枪的节奏 才能爬上了 这家伙很好打的 看啊 这个关键先引他 这个掏枪和这个 和这个掏刀的这个动作 跳开他掏枪 然后跳进来他掏刀 然后整个过程就是 这个你捶他 然后他就不停地掏枪掏刀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反复这个动作 抓到关键是这个 你要跟他绕 绕出他这个掏枪掏刀的 这一套 这个动作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捶他了 然后捶他一下 跳开 跳回去跳回来 跳回去跳回来 就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去干下一个 我们跑跑路 然后看看他在哪 这个还不能像刺客信条一样 这个直接跳到马背上 然后就可以爬 我们去拿那本书 就是我刚给大家说的 这个杀死 这个疯狂者 获得PP奖利加成 这本书其实还是不给力 这个疯狂者就那么几个 如果到后面的话 这个疯狂者给的PP奖利比较多 可以拿的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又不好拿 不需要花时间 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安全屋的这个正门 然后爬这里的这个 叫什么 好像是 这个 自动贩卖啥的 有贩卖手枪的 也有贩卖零食的 这个100块钱一个零食 这个A9上吐槽 这通货膨胀也太严重了 沿着这个屋顶一路爬 爬到这里 好像就在这了 就是这 我们把火拳套下来 看一眼 我看 就是这个杀死这个疯狂者 PP奖利加25% 这个应该多加一点 这个疯狂者那么少 基本上就是打完是疯狂者 这本书就可以扔了 等到要打的时候再拿 不然还占格子 麻烦的 我这个头套 本来想组那个螺旋奖 这个螺旋奖脑来的 这个叫什么 猪蜻蜓 跟机器猫里面 那个一样 我们看一下 注意周围 会有名字 这个按他的名字 哎这里 叫什么 这家伙会在这放冷枪 非常讨厌 哎 我们看 这个就是四个爬梯子的点 会以这个紫色 在地图上是以紫色为标注的 哎 看一看 哎 就在这里 直接爬上去就可以跟他干了 还是很好打 跟刚才一样的办法 这个慢慢周旋 哎 多砍他一下 他追 他追的话 一般就不会出这个动作 建议就是靠近闪他 让他骗他出那个动作 然后他就会再换枪 哎 出来了 哎 没出这个动作 他还开始追我 那就骗他 就靠近他 骗他出那个动作 哎 出这个动作 让他掏枪 哎呀 还给了一枪 这一枪打的血非常多 两格血 干掉了 还是很好打的 他本来是给2万点pp 但是我们拿着这个 加成的这个书 哎 给2万5 加25% 然后下一个 哎 看在这里 没事 那么我们要走的就是 这 哎 左拐 在这个配传讲电锯的那个地方 哎 就这 这里可以配传讲电锯 大家记得吧 然后从右边这个门拐 走到最深处 左边那有扇门是进地下 地下通道的 这个我们不去 我们直接爬楼顶 哎 就在这 上去干他 用这个办法 但这四个家伙 还是很好干的 真的 哎 即使你等级低 哎 拿着腐锤跳杂 哎 也是 哼 这些家伙 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基本上30级血格 就已经有10格了 到后面的话 这个最后两格血 可能长得比较慢 30级的话移动速度也够了 哎 看就这样打 哎呦 吃了一枪 开始追了 赶快跳开 哎 没打着 这个 这个这四个家伙里面 有两个是拿这个匕首的 有两个是拿长刀的 拿长刀的挥舞动作会比较慢 嗯 比较好打 拿匕首的话 他会连挥两下 这个连挥两下 伤血就比较多了 可能要伤三格 这有没有吃的 好像没有哎 没有就算了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得一绕回去 有的人找 找半天死后找不到 哎 你就看名字 他在哪个大概方向 然后就是找这四个这个攀爬点 有一个是直接在场上的 还有另外 另外三个就是要爬这个梯子了 注意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有交通工具 我们去骑摩托吗 哎 喝个跑药 那好吧 这个最后 这个帽子最后也没用着 哎 这个落高脑袋 本来想配那个螺旋桨的 哎 最后还是去骑摩托了 开SUV吧 SUV还能防 哎 这里 这个翻译 这个3DM翻译叫偷窥式 我就要这个黄片 黄片播放式 出来动作很稀的 上次我们这个 已经开过一个了 最右边的那个打猪头的时候 哎 在那一期这个 凑数节目吧 算是 重播节目里面 传讲电剧大战 这个大猪头 那里进过一次了 这里只能进一次 哎 才会有PG奖励 第一次有 后面给钱 但不会再给PG奖励了 不然大家都在这烧钱 刷PG了 哎 开SUV 这每次过来 这有时候 我说Chak 还会说Galiyah Galiyah 上次在A9 上面跟大家聊 说这个杀丧尸 比较快刷 那个72000的这个成就 那个我推荐 还最后测试了一下 计划数 还是这个 摩托电锯最快 虽然说这个 玩具兔子撞的范围 要比这个 这个电锯摩托要广 但是呢 他把这个丧尸容易撞伞 不适合来回撞 这个 另外两个火箭筒和 机枪的组合 就不用说了 但有弹药限制 肯定不给力 所以最后 效率最高的 还是这个摩托 用SUV呢 虽然撞的宽 但是这个死亡率也不高 死亡率没有压过去 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说他只会撞倒 而且这个 会把丧尸撞伞 这个 而且速度又慢 所以效率不是很高 这最后一个家伙 追着我们打 哎 掏枪 哎 还是 他掏枪基本上 这个一枪就命中了 哎 掏刀 哎呀 靠近他 逼他 掏刀 这个两镰刀 伤血还是很高的 哎呀 最后一下 好 解决 这个扶锤跳杂 到这阶段 威力已经很大了 基本上好像 攻击力 攻击力已经五格了 还没到六格 但是已经够用了 这个技术攻击力 那么一点 和扶锤的技术攻击力 比起来差太多了 哎 这血就补满了 那么我们这几个家伙 都扎完了 这里会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新任务 就是我们之前 旧的有一个人 问我们要了个Zombra X 哎 这时候要给他再给一根 但是我们现在不着急 我们去做其他任务 有另外几个 一个是这个 哎 这个 球合体的一个任务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艺术家的人 我们把他们分开做 哎 这里 拿到这个螺旋桨了 哎 就是这里 和妹子是裸体 我们先不去跟他对话 因为跟他说话 后他会要求我们 把衣服脱光 哎 这里又出现了个任务 我们现在不着急 哎 我们先一个一个做 这里又在这个赌场 就是我们开SUV的地方 那家伙 会问我们要25000 然后他才会跟我们走 哎 这个给他就是了 我们看这个 要Zombra X那个任务 好像时间差不多了 哎 我们不着急 时间是来得及的 因为隔的路比较远 所以我们最好把妹子和这个家伙一起 哎 要跑很远的路 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也可以提前在这个安全屋里面 把衣服都脱光 哎 也可以跑过来 就是我们在拿这个盘子和 我老忘了叫什么 叫水泥 就叫 我原先叫原具啊 后来就知道叫这个水泥具 因为是这个蹭水泥用的 哎 磨瓶打光用的那种东西 哎 就在这 这里 哎 这里有一些内衣 Underway 这个下身酷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跟 这时候跟他说话以后 他才会跟我们这个走 哎 我们喝个跑药吧 跑药废完就废完了 就是用来干这个节约时间的 我们把这药都喝了 不耽误观众时间 我要是这个穿越 就自己跑了 还挺远的呢 这个地方跑 终于到了 不然内裤有没有可以换啊 来跟他说话就可以了 别看我 别看我 这个动作 好 我们把这个内衣已经换上了 然后他才跟我们走 这是我们先走出来 然后他才会跟 然后再跟他说话 他会 要求合体 服力 要不然他不走 不过我们有着生还者强话说 哎 合体走吧 直接就把他救过来 我们去救那个 那没关系 我们先给他 把那个药给他 Zombrax给他 来我们看就在这里的这个休息室 看起来好像不行了 给他就行了 还能得到6万的PP 这个一定要做 这个给的PP奖励 如果没满级的话 非常高的 以后还有要高尔夫球干 还有一个要那个 要福特加 还有一个是要那个腰瓶 叫什么和平之 和平之花 哎 我们现在去做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任务 这个艺术家是什么 他是这个 自己画了一幅非常 非常没水准的画 哎 我们把衣服换上 我们换成这个亚瑟的盔甲 魔戒村成套 胡子就不换了 那边没地图 你们看不懂 PC版好像没这个bug PC版没有这个带胡子的bug 我们直接穿越过来 跟他说话 他这个 我们看地上这有幅画 画的非常没水准 因为我们要三千块钱 他说他的梦想就值这么多 这3DM上这样翻译的 这个画最好带上 这个是作为女儿的礼物之一 这个的话 好像全礼物给女儿 好像没有成就 总共八个礼物 我这已经 我是重打的嘛 然后之前礼物都已经给他了 总之就是 要拿 要搬的这个玩具 就是一个是玩具兔子 还有一个就是这幅画 再有就是 磁水枪了 在这三样东西 在R区没有 其他的这些玩具 大玩具熊啊 什么其他东西 都在这个R区都是有的 还有这个 玩具马 这个马脑袋 那个也是 这个看一下表 然后这一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个 那我们还有那个人就不救了 我们直接把他送回来 这个玩具 这个画可以给女儿了 好像这个画给完 可也没准成就 好像这里才给他总共 这个画算上一共9万元 是不是有十个呀 那可能是我记错 应该还有玩具 完了以后 我去查一查看 还要给他个什么东西 那么好 那么这一集节目里面 所有的事情就干完了 我们去上一个厕所 那么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 我看 就是9个 应该还差一个 可能是差一个 应该有成绩的 我觉得 那我们上个厕所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